何超年和男友斗骁自拍拖以来都是爱得痴前又公开 还经常在网上放闲 这日斗骁又再出招了 他在社交网上载了一张超年食雪糕照 并附上一张超年在今年8月 成功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理科会计师碩士资格的照 最抵死的是他留言说自己的私底钱看来都是凶多吉少 表面上好似素虎 实际上是大了恩爱 而超年也即时转发微博 暗示斗骁不会再有反击机会 他说会计师就是帮你管钱 你担心些什么呢 子女行间完全就是老夫老妻的感觉 搞到网民都留言问他们何时结婚 其实斗骁一直是公认的暖男 不止爱女友也落于做善事 这日他以艺术基金联合发起人身份 到北京出席公益画展活动 这个基金主要是资助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斗骁希望透过各种活动 令这班小朋友有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 孩子们在于正常的我们的沟通下面是有障碍 但是他们在另外一点面 比如说像这些这些这些意识的作品 作画呀手工方面 他们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天赋 所以说我们斗扣 就是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点 让他们能够自身造成 让他们有能力去 在日后用他们自己的这些作品 就是能够自身造成 斗骁过去几年和一班小孩多次见面 他就惊讶小朋友的成长真的很快 其中一位原本身高只是到他肩膀的男孩 这日见对方已经高过自己 感觉很奇妙呀